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每次回来都要升级天兵 用他的话说就是重庆风水不好 气场不对 怎么说呢 据他说 凡是做过古都的城市 都是经过各个勘于大师反复测算过的 也经过了各种风水改造加持 所以会让你住着特别舒服 也很少闹大灾 就是风水原因 譬如北京 西岸 杭州 你一来这个城市就觉得很舒服 不会有压抑 难受 不舒服的感觉 重庆不行 你一下飞机就觉得不舒服 门热 潮湿 狭窄 那么多人拥挤在山坡上 从天上往下看 压抑 逼泽 这就是风水不对了 所以这里做不了王都 也就是个陪都的命 他其实很不愿意去重庆 但是当地一家公司盛情邀请 又给了不少钱 所以还是去了 他原本以为 那家公司想找他出个什么规划 好聘点补助 尤其是土地 当时都这么干 所谓的打造什么文化小镇 其实就是找个理由拿地盖房子 都是一个套路 当时那家文化公司的名义 是打造重庆的丰都鬼城 搞一个鬼文化小镇 丰都鬼城始建于东汉 是独特的地狱之城 有鬼门关 阎王殿 十八层地狱 甚至连阴间的刑具都有 说来也怪 为何丰都这里会有一座鬼城 还那么逼真 也是神奇 一般来说 古人修建大型建筑 都是有目的 很功利的 江边老帆船 就修龙王庙 保佑一下 山上老有人跳崖 就修一个寺院 压一压 那么 在这里大兴土墓 修建了一个十八层地狱 这又是想给谁住呢 我那个朋友也是好奇 就跟着去了一次鬼城 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鬼城里还真有鬼 他说 现在的封都鬼城 考虑到游客的心理承受能力 都进行了改良 主要是把那些特别恐怖的雕刻 比如十八层地狱 各种小鬼都萌化了 还有好多干脆改成了卡通造型 有些不伦不类了 他当年去的时候 还是九十年代 当时可是原汁原味的封都鬼城 还看到了传说中的水下鬼城 是的 现在的封都鬼城 并不是完整的鬼城 因为封都属于三峡库区 在03年三峡工程时 鬼门关以下的部分被淹没在了水下 永远看不到了 不过说实话 这次的原版游历 并没有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他只觉得这里阴森森的 泥素猙獰可怖 尤其是十八层地狱栩栩如生的描绘 更让人头皮发麻 他勉强看完了一点 逃也似的赶紧出去 想着这趟活太难受了 不管对方出多少钱 他都随便敷衍几句推掉 没想到 对方给他拿出来了一个 简直匪夷所思的方案 这个方案怎么说呢 他斟酌了一下说 不似阳间的东西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三峡水库建成后 会有许多珍贵的文物被淹 其是最珍贵的之一 是福林白鹤梁 这个白鹤梁鼎鼎鼎大名 相传是唐氏尔朱真人 在此修炼得到后 成鹤先去的地方 这里有一百多段诗课提记 还有黄庭坚 朱熹等名人的诗文提课 被誉为水下诗名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战 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级文化 国家文物局研究了十年 最后采用了中科院 葛修润院士提出的方案 这个方案比较复杂 大概就是在水下建造一个堡垒 这个堡垒是防水的 在这个堡垒外装好多钢化玻璃 这样游客可以坐着电梯到堡垒里 透过钢化玻璃去看水下的文物 这个工程很耗大 毕竟是建在水下四十米的地方 难度可想而知 后来据说是国家投资了四个亿 花了足足三年时间才建成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江河水下博物馆 当时他们拿出来的方案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案 就是他们在鬼城下面 也修建一个这种水下堡垒 把鬼城原样展现出来 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 这伙人疯了 第二个念头 这伙人是骗子 想用这个方案骗政府的钱 但是不管哪方面 这都是浪费时间 因为这种方案 傻子都不会被你骗到钱 很简单 你投资几个亿 怎么收回成本呢 没想到 对方告诉他 不需要收回成本 他们自己投资 我朋友觉得这更是侮辱智商 起身就要走了 结果对方老板亲自出马 给他讲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一个匪夷所思的原因 这个老板说 他之所以愿意投资几个亿修建这里 的确不是为了盈利 而是为了他家族的一个医院 一个匪夷所思的医院 他说 自己就是封都本地人 家族世世代代都在这里 这个事情使他太业也经历的 那时候还是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 封都鬼城就鼎鼎大名的 尤其是当年的庙会 更是万人空想 络绎不绝 所以当地的村民都早早弄了零食点心 特产玩具 去那里赶庙会 其实就是做点小生意 他太爷爷当年会一门手艺 就是吹唐人 吹唐人是一门手艺活 也要心灵手巧 吹个猪八戒 吹个孙悟空 吹个白龙马 要吹什么像什么 赶庙会嘛 大过年的 人们图个心情舒畅 都是带孩子过来看把戏 衣服先凉 兜里也有两个大钱 看到孩子要唐人 总要给他买一个 所以这是一门好生意 不过鬼城这里不比其他 一般只卖一上午的生意 最好卖到下午三点 就赶紧收摊回家 因为当地有句话 三点过后 就不知道来的是人还是鬼了 结果那一年生意特别好 他紧赶慢赶 还是到了三点一刻了 他想着 做完最后一个生意赶紧走 结果就来了一个人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 要一个唐人 他头也不太问 你要个什么唐人 那人大着舌头说 就我这样的 他抬头一看 那人白白胖胖 戴着一个尖尖的纸帽子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你也来了 我弟妈 这不是鬼城门前那一尊白无常吗 不过他想了想 该不会有人故意捉弄他吧 他就敲敲案板上的青花瓷碗 示意他把铜钱丢进去 这青花瓷碗也是规矩 这碗不是空的 提前装了桃米水 因为五股杂粮洋气重 五股杂粮泡的水也能辟邪趋毁 据说有金怪用石头草根变成铜钱捉弄人 那钱就会飘起来 他斜着眼看着 那白无常叮当一声 把几个铜饺子丢在水里 那铜饺子沉到水里后 慢慢浮了上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 那白无常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然后对他轻声说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 让他一头就栽倒在地上 爬不起来了 等他再醒来 已经是三天后了 据说是看门的老人看见他昏倒 赶紧叫人给他抬了回去 他发了三天高烧 好不容易摇了过来 他醒来以后 性情倒是没有大变 只是换了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比较特殊 叫做活阴差 那么什么是活阴差呢 活阴差和死阴差是对应的 黑白无常就是死阴差 据说人要死的时候 黑白无常就会去锁命 拿着锁链往人脖子上一锁 就把人的魂给拘走了 然后带到阴草地府里去 至于活阴差 顾名思义 就是活着的人做了阴差 为什么活人也能做阴差呢 这个很难说 这种古人也记载过许多 据说是阴草地府 有时候忙不过来 也会找一些阳间的人过去帮忙 或者是阴差请人帮忙 处理一些事物 究竟是什么原因 谁也说不清楚 总之 这个大老板他太爷爷 撞到了白无常后 就稀里糊涂地做了活阴差 他这个阳阴差管什么呢 他倒是不管居人 他主要管一些杂役 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整理整理文件之类的 因为他颇实几个字 有时候也让他整理整理卷宗之类的 据他说 阴间和阳间其实差不多 也分阶层 也有职权 也有刑法 而且阴间比阳间刑法更高 阴间有个特点 是不能用金钱刑贿 在这里 金钱刑贿是行不通的 因为有钱也没用 大家受到的处罚等 主要看阳间积累的福报 一视同仁 不过 阴间虽然不能刑贿 但是很讲人情 比如 他可以问问大老爷 自己家亲人的阳寿 大概多久 还能通融 比如要春节前死的 可以给他还几个月 拖到年后去世 还能让孝子多行善 做一些特殊的法师等 可以将病重的人救活 更主要的 他可以找人通融通融 插插过世的人 现在有没有脱生 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未了的心愿 如果你愿意花大价钱 他还能找关系 给亡人弄上去 让活人和亡人对话 也因为他这点本事 所以成了当年远近文明的大人物 毕竟不管富贵贫贱 他都有先人去世 总有未了的心愿 所以总要求到他 渐渐地 他也积累了一笔财富 他去世前 早已经预知了时辰 从容换好衣服 跟家人告别 躺到后马上就离开了 他死后 偶尔也会托梦给家人 告知兄弟等 后来就建议家人去南洋避难 家人靠着他的指点 以及他之前积累的财富 很快在南洋发了大财 成了巨富 所以他等到改革开放后 就赶紧过来投资 其实是想保护鬼城 既是因为感恩太爷爷 当年在这里的奇遇 也是了结一桩夙愿 我朋友见多识广 觉得他说得太过离奇 而且即便他太爷爷 真遇到过奇迹 都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能轮得到你来还愿吗 他感叹一声说 金帆果然是遇到了高人 看来不说实话不行了 他说 他太爷临走前告诉了大家一个风读鬼城的秘密 他说 鬼城底下还有一座神秘的地庙 这座地庙里隐藏着许多秘密 甚至隐藏着可以呈现的秘密 因为阴极阳声 质阴的地方 就会产生质阳的东西 而且根据猎仙传 神仙传记载 王方平 阴长生 都是在风读飞升城间的 所以他怀疑 这底下隐藏着长生的秘密 对他这种人来说 财富都是过眼云烟 长生才是永恒的追求 他说 他已经找了好多方式 研究了好多年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结果三峡水库修建 这里要被淹没了 他的所有研究就将毁于一半 他恳切地说 先生作为政府特别看重的城市规划顾问 希望可以上书一封 在这里也建造一个水下博物馆 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研究 不管多少酬金都没问题 而且长生力也愿意和先生分享 我那个专家朋友听他这么讲了一下 也是半信半疑 就说先研究研究 然后赶紧回北京了 等回到北京后 他也找了当地政府关系 查了查那个人 发现那个人还真是著名的南洋巨富 他太爷爷当年号称风都过阴第一人 还上过一些地方纸之类的 那人很兴奋 断断续续发了好多自己研究的资料 涉及到许多炼丹 祭祀 以及各种怪异的仪式 我那个朋友越看越诡异 总觉得不像是正经东西 他就渐渐和那边断了联系 据说 那人网络立批 奇人异事 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研究些什么 直到某一年 出了一件很诡异的大事 那边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而出世的那一年是2009年 接下来再讲一个潮汕当地的灵异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姓罗 就叫他小罗吧 小罗说 他一直很喜欢听我讲的故事 因为他经历过神秘事件 所以他相信 这世界上一定会有超自然力 有冥冥之中的力量 小罗的经历比较特别 属于原汁原味的潮汕灵异故事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讲述的经历整理了一下 原汁原味发出来了 以下就是他的讲述 我是个潮汕姑娘 我们潮汕那边和北方可能不太一样 我看北方的庙和道观截然不同 寺院就是拜佛祖菩萨 道观就是供奉三秦官邸 我们这里不是 我们这里的庙有佛祖菩萨 也有三秦官邸 还有我们本地的神 什么都有 我们本地人也不怎么去寺院 我们主要拜自己的神 我们这里基本上每个镇都供奉一个自己的神 有些叫珍珠娘娘 有些叫妈祖 有些叫阿娘 我们镇上的神叫大老爷 这些神的来路说不清楚 有些说是将军 有些说是王爷 但是具体是什么也说不清 反正就是一直拜着 我们本地人赚了钱 哪怕去海外赚了大钱 每年到了祭祀的时候 都要回来拜大老爷 感谢大老爷保佑我们 每年中元节的时候 我们就要请好多神像和大老爷一起 一起拜他 要一口气拜三天 那时候是整个镇子最热闹的时候 每个寺院都要搭姑棚放艳口 家家户户都要备好酒水肉米 乡煮处一放在路边 路旁田地都要插满香火 我们孩子都要去看潮汐 还要去水边放水灯 成千上万的莲花灯飘浮在水上 远远看去 仿佛一匹银河 很有趣 所以我们这里自古就很信鬼神 小孩子生病了 除了去医院也要请神婆去看 要请福 喊魂 每年也要祭神 拜妈祖 赢财神 我从小就是在这种气氛下长大的 所以我们那边的人 多多少少都撞到过什么怪事 我就撞见过几次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是我们刚搬到这个镇上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 当时就我自己在家 我就搬了一个大木桶去院子里洗澡 洗着洗着 我就听见一个老男人笑了一声 我抬头一看 就从大门下的门缝 看到一个老男人倒立着 顺着门缝偷看 他长着一个苦瓜眉 看着就像朝我几眉弄眼一样 我当时都要气爆炸了 马上背着身子 刷一下套上衣服 就冲出去骂他 但是我出去左右看了看 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我就问旁边下棋的老大爷 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年男人 长了一条苦瓜眉的 一个老大爷就问我 找他有啥事呀 我就气愤地说 他偷看我洗澡 老大爷就叹气 说这个漏石仔 活着不争气 死了还这样 别怕 他就说 让我回去吧 让家里大人去请一道福 撇在家里 以后晚上不要出门了 我当时不懂 晚上等我爸妈做工回来后 跟他们说了说 他们出去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 原来那个偷看我洗澡的 是隔壁一户人家的老男人 他长着一副苦瓜眉 平时很窝囊 就喜欢偷看女孩子洗澡什么的 不过 他已经死了大半年了 我当时吓了一跳 再回想一下 门槛上那么小的一条缝 哪能看到半张脸 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人是倒立着偷看 他怎么能立住呢 除非他根本就是漂浮在天上 然后把脑袋挤过来看 我当时很害怕 后来我父亲就带我去庙里 给大老爷磕了个头 请了一道福回来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现在想想 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倒不是撞邪 而是两个老大爷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好像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我也发现了 在我们潮山这边尤其是乡下 这种事情的确挺常见的 简直见怪不怪了 后来 我在这里又遇到过一次怪事 我们这个小镇后面有一座山 也不算很大的山 不过很荒凉 好多很粗的老树 到处都是灌木丛这种 有一年夏天 下了很大的雨 电闪雷鸣的 屋顶都震得框框往下掉土 后来有一棵水缸斑粗的老树被雷劈了 流离地血水 大家都说这棵树成精了 过去抢雷积木 后来就发现不对 这树又藏着什么东西 被劈成了两节 那血水是它流出来的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一条大蛇 也有人说是一只一身鳞甲的怪物 反正说不清楚 不过这个小山是有点邪门的 经常打雷 还是汉天雷 就是大白天突然打雷 据说这是打妖魔鬼怪的 总之我们这边老人都说 天黑就不要去山上 他说我们家在山脚下有一块田 那里很偏 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镇上 所以我父母每次都早早收工 然后回家 我当时已经十几岁了 也经常放学后帮他们做一些工作 这样他们可以早一点回家 有一天我帮他们做完工 回到家 发现书包忘带了 我怕母亲骂我 就一个人偷偷跑回去 想赶紧拿回来 等我拿到书包再往回走时 天已经很黑了 那里很荒凉 月亮明晃晃的照在地上 白亮白亮的 大片大片的田地里 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感觉更加害怕 我顺着小路往家走 走到一个拐弯处 就看见前面有一个人 朝着我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 我还松了一口气 想着太好了 终于看到人了 我赶紧往那里走 走到一半 我就发现 不对 这个人怎么只有半边身子 我当时在月亮下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人就是只有半边身子 左边看上去好好的 但是从右边看过去 就是空荡荡的 现在想想 这个事情也挺不可思议的 一个人怎么会只有半边身子呢 那他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 是被劈开了 血肉模糊的 还是说是畸形呢 但是当时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响 几乎要炸开了 什么都不敢想了 好在还保持着理智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装镇定 掉头就往回走 等走到拐弯处 我就大喊一声 一口气跑到另外一条路上 然后哭着跑回家了 这个事情 我没敢和父母说 后来有一次 我在镇上的茶馆和同学闲聊 也有人说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有个神婆在 老神婆就说 你们都是命好的人啊 那真是祖宗保佑啊 她说 那个半边人 其实是帮你们的 有可能就是你们的祖宗 也有可能是 当年开山时被炸死的人 总之是善意的 那条路前面 估计扶着歹人 或者怪物 你们走过去 就有危险了 所以她故意吓唬你们 相当于救了你们一条命 小罗说 歹人这种事情 倒是没听说过 不过她说的怪物 确实有人传 有人说 有人在山上 被什么东西吸干了血 吸成了一个干尸 很邪门 还有人说 有几个人上山踩石头 结果被一个怪物追上 一口咬掉了半个脑袋 也不知道真假 小罗说 自己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灵魂的存在 还是在父亲去世后 她说 自己父亲是典型的潮汕男人 就是对家庭不太负责 每天就知道泡酒馆茶馆 喝得醉醺醺的 半夜才回家 她是老大 早早就出去工作 和母亲一起照顾家里 所以很理解母亲的辛苦 对父亲很有埋怨 所以父亲去世后 她也没有特别难过什么的 潮汕这边有一个风俗 就是人刚去世后 要请一个神婆还魂 畏似于鬼上身这种 然后问问盲人 有没有什么话对家人说 她当时不相信这些 不过入乡随俗 也就按照家人的意思 请了一个 她比较有心眼 专门从很远的村子 请了一个神婆 还是托别人请的 就怕有人知道他们家的事情 装神弄鬼愚弄的 结果神婆念叨了一会儿 说她父亲上身了 她就问神婆 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结果神婆就说 你们还少我三把扇子呢 等三年时要记得还我 她心里就咯噔一声 因为他们潮汕那边人去世 规矩多 要准备的东西多 当时忙中出错 少了三把扇子 她本身也有点生父亲的气 于是也没补 就这么算了 这件事情只有她自己知道 看来真的是父亲上身了 她就问父亲 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神婆就感慨说 就是觉得自己生前对不起家人 辛苦你母亲了 也辛苦你了 几个人在家里住了几天 要回去了 最后一顿家宴 大家说起从前的旧事 也是感慨 有个妹妹就说 家里什么都好 就是房间门老坏 每天晚上锁死了 第二天早晨总是开着 其他几个女子也纷纷附和 说是的 我们的也是 小罗的母亲就流泪了 说你们的父亲啊 她虽然混蛋 每天出去瞎混 但是不管她每天晚上醉到什么程度 总要挨个打开门 挨个看看你们 才去睡觉的 小罗就很感慨 说自己少年离家 早早去深圳打拼 一直对父亲有憎恨 但是这一刻 她还是挺怀念自己父亲的 也希望父亲在另外一个世界能过得好吧 她说 后来她父亲去世后 母亲有一次出去做工 捡回来了一只野猫 这只猫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算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野猫 叫做胡来猫 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话 胡来物小猫 叫村平平导 讲的就是这种猫 这种猫虽然叫猫 其实它更像一种猛兽 它比普通猫要大一倍 猫色像老虎一样 很凶猛 它不光抓老鼠还抓大蛇 有时候连鸡鸭鹅都吃 所以也有人叫它石虎 这只小石虎估计是受伤了 当时躺在田梗上 我母亲就给它背回来了 这只石虎是一只母猫 它伤好后就不走了 留在了我们家 它很漂亮 也很威风 而且特别通人性 被母亲视为掌上明珠 它对这只猫甚至比对我们都好 母亲每天带着这只猫做工 它弄了一个被篓 每天出门时就背着这只猫 它在地里劳作时 小石虎就坐在田梗上等着它 后来它年纪大了 小猫也变成了老猫 它就经常抱着老猫在躺椅上睡觉 它说 我当时已经在深圳工作了 偶尔回去一次看它 有一年 我回去 就听见有个女人在家里乌咽乌咽地哭 我当时吓了一跳 开始以为是母亲 后来觉得不对 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我当时就捏手捏脚走到家里 想看看到底是谁 会不会是我妹妹这种 结果找了半天 发现声音来自我母亲的卧室 我走进卧室 仔细听了听 发现声音是从卧室梳妆台下面传来的 我趴在地上一看 就发现梳妆台下有个小凳子 那只石虎就像人一样 蹲坐在那个小凳子上 一只手抹眼泪 然后乌咽乌咽地哭 我当时觉得很稀奇 也觉得它很有喜感 也不好意思打扰它 就出去了 结果过了没几天 这只猫就丢了 母亲发疯了一样 白天黑夜找它 甚至晚上打着灯笼去外面找它 它甚至给我打电话 让我多找几个人 回去跟它一起找猫 它觉得 猫咪肯定跑到山里了 所以要去喊山 就是去山脚下叫猫咪的名字 我哭笑不得 也叫了几个小姐妹 过去一起喊猫 结果我们提着灯笼 顺着小镇找了半个晚上 还真把猫给找回来了 确切地说 是它自己跑回来的 我们当时折腾了大半夜 刚回到家 就发现它回来了 蹲在我母亲床头 一动也不动 我母亲就上去抱住了它 再也不撒手了 没想到 这只猫就回来了一夜 第二天又跑丢了 我就跟母亲说 没关系的 我们晚上再去喊山 再给它找回来 没想到 母亲的眼泪都下来了 说不用了 它不会再回来了 我就赶紧问 怎么了 母亲说 昨天晚上梦到那只猫了 那只猫一直像人一样蹲在那里 用爪子抹眼泪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母亲就问 猫啊 你哭什么呀 猫就边抽气边说 它被山里的怪物抓走了 原本是不能回来的 你们去喊山 我就忍不住偷偷跑回来看看你 但是还是被发现了 又要被抓回去了 下次再跑回来 估计就要被打死了 然后它在梦里给母亲磕了一个头 就一蹴一拐地走了 母亲从噩梦中惊醒 大早晨就去找了神伯家 问问能不能给它就回来 花多少钱它都愿意 但是神婆点了一根香 上身问了问 吓得面色傻白 赶紧把它撵出来了 说后山那个怪物来头太大了 实在得罪不起 让它死心吧 好在神婆说 那只猫还挺受宠 没有受什么罪 也算是一个好归宿 母亲就叹气 说以后就这样吧 希望它以后能过好吧 以后你去庙里烧香 记得给山里的怪物也烧烧 让它对我们家石虎好一些 我当时就问母亲 你在梦里看到这只猫 在哪里哭的呢 母亲就说 就在梳妆台下面一个凳子上 说来也怪了 这只猫平时从来不去那里的 不知道为啥梦里去了那里 我想了想 没敢跟母亲说 我当时看到那只猫 在那里偷偷哭 这个故事讲完了 小罗也很迷惑 难道后山真的有怪物 怪物把它们家猫咪抓走 是给侧缝了妃子 怪物也有三妻四妾吗 这个他就不知道了 他也感慨 说那么多年过去了 母亲始终记得这只小石虎 每年中元节烧香时 都要念叨念叨 说给后山的大王烧香了 让他一定要对小石虎好一些 他说 那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那只小猫怎么样了 也没听母亲说 在梦到过的 不过 他被抓走前哭得那么伤心 应该还是很爱他母亲的吧 也算是一只有情有义的小猫了